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又到下班去賴兒的時候 今天就當我自己一個人出動了 超開心 我今天受到邀請去做一個便宜的身體按摩療程 一會兒就會讓大家看到我做身體按摩的時候的樣子 養了Chopper之後,我應該沒有再做過身體按摩了 所以這次很感謝窮系女子 他們邀請了我去做一些和介紹一些便宜的身體按摩療程給大家 他們是一個Facebook Page,大家也可以去Like 我自己也有Like Page主要是介紹一些便宜的美容資訊 適合我這些小資女 現在我就要好好享受一下 我這三年來第一次的身體按摩 其實我以前是骨精 我這次做了一部分的身體按摩 不知道是不是溝通上的關係 她依依問我哪裡比較累 我搭她上半身和肩膀經常對電腦 她就真的只按了我上半身 但是我自己就很喜歡她那些厚實的手指 不是那些妹妹仔很牽牽肉手 揮揮揮揮揮的感覺 而這裡的環境也是一般的美容院 但是她就沒有一些奇怪的味道或者音樂 不過她的腦袋可能比較薄 就會聽到隔離房的聊天聲 在這45分鐘的按摩療程中間 其實她們都沒有銷售我什麼的 比較窩心的就是一按完之後 就有一碗老貨湯在等給我去喝的 但是臨走之前 她們也有問我會不會加入她們的療程 試做價是98元 而包裝會是198元一部分 然後今天很重要的行程就是第二站的吃飯 我要去花園街那裡吃我最喜歡吃的車仔麵 我等了這個機會很久要介紹給大家 我終於去旺角那邊了 這間名記的車仔麵 不會有很多很生命的菜式 它全部的菜式都是很傳統的車仔麵 而我自己每次點的組合 都是這個蘿蔔、豬紅、豬腸和油麵 如果你喜歡吃一個滑滑滑的豬紅的話 這裏是全香港最好吃的 你看看蘿蔔已經老到入味了 顏色一看就知道很好吃 但是這裏也有一件事要留意 就是份量其實比較少 如果你說跟男生來吃 可能之後就要去掃街了 因為女生吃也是剛剛好的 不過環境已經一眼看完 全部都是高椅 桌上也只有辣椒醬做調味 還有一碗我剛剛吃完的車仔麵 我現在吃完車仔麵就回家了 我特意選了一條沒那麼多人走的路 希望沒有那麼多噪音 很好吃 我真的很喜歡這個車仔麵 雖然它的菜式是很少的選擇 但每一個菜式都很高質地好吃 所以我推計大家去吃 但它上面是沒有餐牌的 你看到有什麼就去點什麼 而且它很便宜的 我剛才吃的那個三送也是31元而已 那我現在 哎呦 我去哪了 我現在要找路回家 好啦 那我們下一集 放工去奶兒再見 Bye Bye